因卫病或别乐坛多时的小刚周传雄 1月8号现身天津 为自己即将开始的巡回演员会天津首战展台宣传 感染卫病后周传雄暴瘦20多公斤 完全脱向 虽然如今已基本痊愈 但这身形差点让人认不出来 虽然卫病让他暂别歌坛 却是他得到了家庭的温暖 撤回演员会不但自己做好了各种准备 周传雄还计划让神秘爱奇 Virian也登台亮相 我想迟早要的吧 就是大家也希望嘛也期盼嘛 那我也想说其实也不错 就因为他也是学国乐的嘛 那我甚至想说他如果练好一点的话 将来帮他出琵琶去也有意思 那我觉得就情势和民的感觉挺好的 但是最近因为小孩在上学比较忙 就是他还在练习中 就是到时候看一下时间吧 自己当流行老婆精通明月 这两口子是满满的音乐细胞啊 如今小方有了一双儿女 也是继承了他们的音乐天赋 不过小儿子却不喜欢老爸的歌 反而痴迷韩国女团Piera 这样周传雄有点小吃醋呢 小孩子没关系 我也不会吃醋 因为小孩子那个 他的那个喜好变化得很快嘛 最早他是喜欢五月天啊 然后现在喜欢这个韩国的女子团体啦 然后之前我去上节目 遇到那个Tiara 我还跟他们合照这样 就回到家之后发现 他已经喜欢别人了 小孩子这个很快的 优惠玄乐天津宝道